小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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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麼意思呢 他是一隻大魚在一個小池塘裡面 這個呢感覺很像我們中國人說的 井底之蛙 就是說他在他自己一個小小的範圍裡面 他自己以為他什麼都知道 他覺得他自己非常的了不起 可能他只是一個小公司裡面的 大老闆 但是他一旦離開了這個小公司之後呢 他就什麼東西也不是了 那我們要形容這樣子的一個人的時候 我們可以說 他是一隻小池塘裡面的大魚 對 誰是這隻小魚 他很激烈 是他一隻小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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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是一隻小魚 但是他一隻小魚 是他一隻小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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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沒有了 在這裡還要教大家 兩個比較蠻有趣的一個用法 就叫做 small time跟big time small time就是一個 這個能力不太好的人 例如呢 他是一個小賊 就是說這個賊呢 小到什麼程度 他只敢偷錢包 連銀行都不敢搶 我們可以說 he is a small time criminal he is a small time criminal 他不過是一個小賊罷了 而這個big time呢 就講這個很厲害 他是一個非常優秀的律師 she is a big time lawyer she is a big time lawyer 他是一個非常出色的律師 big time呢 還有另外一個用法 我們可以說 hit the big time hit the big time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這個千里馬遇上了伯樂 你撞到一個大好時機 你就一舉成名了 hit the big time